大家好 随着这两年呢 来到我们这个 南北卡地区的这个华人越来越多呢 而且也随着这个税务局呢 联邦税务局对这个海外金融资产的这个 就是要求也越来越严 然后我今天呢再给大家就是 重新问一下海外金融资产的申报情况 海外金融资产申报呢 它那个一般是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呢是叫做FBAR叫肥BAR条款 这个呢是我们需要报这个114表 然后到这个Triary Department 这个是根据这个Bank Security Act 就是说是根据这个的要求 第二部分呢是指这个Foreign Account and Tax Compliance Act 我们称为就要费卡条款 这个呢是报在个人数表里的这个 1040里面有一个Tax Form是8938 这个之前呢有很长的这个宽限期 这个宽限期呢从2019年的12月31月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从2020年开始 就是这个联邦税务局要求这个严格来申报 就是你有海外金融资产 然后超过一定的4月时候的 那么就是说你要包含在个人数表的这个8938里面去 这个Due Date呢都是4月15号 和你的个人数表是一样的 如果你个人数表延期的话 那么这个这两个也同时自动延期到10月15号 我们现在先讲一下第一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FBAR114 这个呢就是说谁必须申报呢 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人 包含公民绿卡 以及这个Resident Alien 然后就是说Resident Alien呢 就是说指你在美国待的天数 如果按照这个联邦税务局的这个测算方法 如果你待的天数够183天 那么就是说这一年 你就需要按照这个Resident来报税 Resident的报税的话 就是使用1040表 那么你同时要 如果就是说你的海外金融资产 超过一定的金额的话 那要申报114 就是说114呢 它只是一个申报 114这一部分申报 是不需要交任何税的 需要申报的呢 除了这个自然人之外 还有公司 Partnership 还有这个LLC Trust and E-State Eastate呢 Eastate 我在这边标的出门呢 是指 就是说114要求 但是那个后面的一部分 8938那上面是不要求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Shrishhold 这个就是说要求申报的这个 最低门槛 最低门槛 最低门槛就是说你只要在海外的这个金融账户 不管是一个两个三个还好 或者是五个十个都好 只要它的总额加起来 它的这个 就是说每一个账户的总额加起来 达到一万美金 那么你就要需要申报 那么就是说你这几个账户都需要来申报的 就是说而且这个就是说在过去一年中 任何一个时间达到一万美金 你就要申报 我们看看就是说哪些account来需要来申报呢 它需要申报的呢 就是说你在国内海外的海外银行的这个支票账户也好 或者是CVN账户也好 或者就是说有股票账户 Security 或者其他的这个基金账户 那么就是说都是需要来申报的 然后114还包含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金融机构 在海外的这个分支 如果比如说美国银行 比如说在香港有分支 你在这个香港的美国银行有一个账户 那么这个账户呢 也是需要在这边申报的 然后呢还有account的 就是说还有一些account的 比如说包含这个期权期货 那么这些也是需要报 然后还有insurance insurance如果它是指的是有现金价值的insurance 比如说大家通常就是说的这个life insurance life insurance很多的life insurance设计的时候呢 都是作为一种投资理财的产品 那么如果你在那个海外有这种life insurance的话 那就是就是说也是在你的申报之列 还有这个neutral fund annuity policy 这些是都需要申报的 这一部分呢是signature authority 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海外的这个金融账户 然后你呢就是有权就是比如说只要你签字或者授权 那么你就可以挪动这个这个账户里的金融资产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也是需要申报的 有一些例外的呢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公司 比如说你这个公司或者你这个银行 然后被一些地方比如说在检查呀 或者是你这个公司就是和这个 这个海外的这个银行在美国的证监会上市 或者有注册那么这种情况也是不需要去申报 那我们看一下啊这个penalty 就说如果你不报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如果你不报是因为你不知道 你真的确实是从来没听说过 那么这边也也会有penalty 但是这个penalty不会超过12921 好像这个penalty每年都有一些调整 对你这个通货通货好像是有调整的 如果你是第二 那个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至而不报 willing or fails to report 就是说你故意隐瞒不报 那么就是说这个罚款就很高了 minimum会有12921 或者你的这个你的这个账户金额的50% 如果你的账户金额比如说 那么你有这个30万的话那50%就是15万 这个罚款是选择选择这两个数的高者为准 那么如果是至而不报 故意不报那么你的罚款就达到15万 然后这个我们那个114 report呢 我们要报完之后呢我们都要keep这个record 我们要keep自己的record 然后我们需要保存的东西有这个你file的114 这个114一般是你自己file的话 那么你自己要keep your copy 如果是你会计师帮你做的话 那么就是说最后应该是也包含在你的税表里面的都会有这个copy 我们需要的就是说你这个账户上的名字账户的号码 以及这个外国银行的这个地址 就是账户的类型 以及这个最高额内宁的最高额 我们需要一般是保存这个你外国银行的这个bank statement 就是所说的这个流水对账 流水对账单 然后我们呢就是至少一般就是说要保 要保存这个文件 要保存我们从你这个 就是前面五年吧就是从这个due date之后 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讲一下就是 Foreign Financial Asset Report 这个呢称为肥咖肥咖条款 是和个人税表连在一起的 就是需要填一个表8938 那就是需要file的人群呢和上面114几乎是一样的 嗯也是有自然人个人就是有公司 美国公民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 以及美国的税务居民就是按照签讯测算 然后国内公司合作人信托 8938呢他就是没有Eastate 他是这边呢只有信托 然后这个filing threshold呢是 嗯是比较高一些比如说是single或者担心或者是 呃夫妻分开保随那么就是说在年底的时候 你这个账户有高于五万或者是一年之中任何一个时间 高于七点七万五那么比如说你在年底没有五万 但是你这一年期间呢有一个时间点他达到了七万五 那么这种情况你也是需要报的如果是married filing joint那么就是说这个金额就是double 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居住在海外居住在美国之外 但是你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美国的绿卡 那么就是说这个filing threshold呢就是说是比较高一些 如果是单身或者是夫妻分开保随 那么就是说年底的话你的金额就是说超过二十万 或者呢就是说年底不在二十万 但是你过去一年中任何一个时间超过了三十万 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是需要把它包含的个人事表 就是说8.38上去申报 如果是夫妻联合报税的话 那么这个金额也是double 那么就是说年底的时候要超过四十万 如果年底没超过四十万 但是年中间任何一个时间达到了六十万 那么就是说也是同时需要申报的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哪些类型的这个海外金融资产 需要报在8938呢 首先就是说也是和114大部分是一样的 比如说是saving deposit的储蓄 那个活期或者是储蓄账户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股票账户 那么我们都是需要来报 还有一些呢 嗯就是说financial asset held for investment 他是不在就是说不在一个financial institution 就是说不在银行或者是不在金融机构 但是呢是在其他的机构 然后held就是说在他们那儿就是放点 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投资的状态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也需要也需要来申报 或者就是说你拥有的这个或者就是说你拥有的这个股票呀 呃其他的金融产品呀 就是说摆进就是说是外国公司发行的 外国公司发行的就是说这个不是金融记录 那么就是说也需要申报 另外就是债券 债券类如果就是说呃个人发行的债券 比如说个人借债 你简单的说吧你有可能就是说你借给海外的人 借给他们一笔钱 那么你是他没在住 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也是需要申报的 partnership interest in a foreign partnership 这个是合伙人就是说是partnership 就是合伙人你的这个公司呢 如果你在海外其他的partnership 你也有利益就是说你有有利益可得的 在这样的公司 那么就是说你也需要把这个报到8938里面去 还有是这种退休账户 退休账户的话 那个就是一般是指着商业性的 retirement plan 在其他的这个商业机会的这个 呃退休退休账户 然后这边呢 就是要求这个 interesting uninterest 还有就是这个insurance 所以insurance annuity呢 这些也是都是要求来申报的 如果你这些account 如果有这个cash value 就是有现金价值 就是你海外的这个金融机构 比如说保险公司呢 就是发生的这个life insurance 或者其他甚至的这个投资性的这个insurance 以及你买的这个退休年金 annuity 这些都是有cash value的 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账户 都是需要申报在8938表格下面 嗯我们看一下啊 有的时候大家经常问说我在海外有有这个有房子 就是real property 呃在我名下有real property 我现在需要报吗 那么这个在这个8938和114下面是不需要报的 这个是不需要报的 但是呢 那个如果你这个房子在国内有出租 在海外有出租或者你有出售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来那个report 在你个人试表里面去 作为这个呃在scaduleE上呀 或者是在那个scaduleD上 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老人就是移民过来的这个老人 然后他在国内呢有退休金 其实在很早的话就是说老人的他们的退休金 基本上呢都是国家统筹的 在在几十年代那时候基本上都是统筹的这个退休金 就相当于美国的这个social security benefit 如果是这样的这样的退休金的话 那么就是说是不需要申报的 但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年金啊 或者是通过这个呃私人的这个金融 就是说就是私人的这个嗯就商业的 不是私人的就是说是商业的这个养老保险 那么也是需要报的 呃另外就是说你这个direct 其实很多就是direct 就是说你直接自己呃比如说放在家里的 这些古文字画呀这个古文呀 你这个收集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直接在手里 那么这些也不需要来申报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说financial account 南台明白US financial installation 就是说对于这个呃114是需要的8938呢 就是说对于这个是不需要报的 嗯这个呢也是大家经常会有的情况 呃如果我从海外呃亲戚朋友 通过亲戚朋友给我汇来了这个汇来了很多的这个资金 然后这个汇款的金额呢超过10万美金呢 那么我们需要file3520表呃这个10万是指从多个人收你 不管是从一个人还是三个五个 只要这个总的金额超过10万美金就是那么就是必须要报这个3520表 然后报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上面需要这个日期和金额一般金额呢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统计 汇款超过50005000以上的这个transaction会需要列在这个列在这个报表上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又收到这个海外的资金 嗯是从这个外国的公司或者partnership进来的 那么就是说只要超过16815那么你就需要申报 这个金额也是每年会有所调整 如果没有及时的申报或者是信息不完整不正确 那么就有可能会有这个嗯百分之五的这个penalty 或者呢会maximum最多会有25%的罚款 所以大家呢就是说你这个申报呢3520申报是不需要交税的 那个就是说你从那个亲戚朋友从国从国外从美国之外 跟你汇到美国的这个钱嘛你是不需要交税 但是你一定要及时申报 如果就是说申报晚的话 那么你会有这个每个月百分之五的这个penalty 会连续收股为远啊就是百分之五百分之五 但是最多就是说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 但是二十五比例之后你还不交的话就会跟你算利息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违反这些规定和要求的话 那么就是说最低minimum有一万的罚款 3520这个3520表五四七一表 五四七一呢就有很多移民过来的 如果你在国内还有这个business 有business就是有公司 那么只要你的控股超过百分之十以上 那么你需要发五四七一来申报这个国内这个公司的信息 五四七二呢就是五四五四七二就是指这个外国人后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公司 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是被一个外国人这个拥有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八五四七二表 然后下面是八八六八 这个也是respect to certain foreign partnership 8858是regarded disregarded entity disregarded entity就是相当于美国的这个llc single member的llc 我们这些呢就是申报呢就是说对下面下面两个就是下面几个要相对的简单一些 但是呢呃一般来说为什么但是一般来说大家可能很多都用不到 因为他有一个要求如果你是在美国然后回去去海外要开公司呀什么的 所以就说这时候一定要支持你的会计师 这样的话就可能会给你提供适当这个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因为比如说你去海外看一个类似于llc的single memberllc的 如果你要是就是说即时申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用8858来申报你的海外公司 这个表呢就相对简单一些但是如果你过了那个政府规定的是75天 嗯是多少天然后你如果规定超过这个时间的话 那么你就要按照5471来申报 嗯我们看一下啊 对就是说这两个表呢都是信息是都是信息申报 除了这个信息申报呢嗯 然后呢但是从另外一个情况如果你的呃海外的金融资产就是不高都没有达到这个这个申报的要求 那么呢不管你是不是什么但是你海外金融资产的账户 比如说有利息有分红 然后股票有capital gain 那么还有以及其他的这个investment investment income 那么税务居民呢都要根据这个都是需要报到个人税表里面 报到相应的地方 然后要交纳相应的这个个人所得税 嗯这个是我公司的一些信息以及呢就是说给大家提供的服务范围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是说呃可以联系我 谢谢您 谢谢大家